支持者齊居在南投地方法院 声援遭积压并且被起诉的 南投县长李朝青 希望他能被当庭释放或交保 南投县长李朝青涉嫌不当收取 道路灾修工程回扣以及接受贿赂 去年11月30号遭到积压至今 赶在3月29号积压期满前 南投地检署26号依贪污罪将李朝青 其旧简锐齐 还有县府前后任公务处长 曾仁龙 黄荣德等17人依贪污罪起诉 今办公用工程收取回扣 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嫌 所以本署今天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刑 检方认定李朝青涉及117件的工程回扣 和120多件的采购弊案 总继收取不乏所得3100多万元 而从97年到101年间 厂商直接把现金交给他的就有946万 此外还透过一级主管将汇款 以水果礼盒伪装上乘 李朝青还定出价目表 100万元以下的小型工程 收取绝标金一成回扣 500万元以上的工程收取一成五回扣 其中六成都进到县长的私人口袋 除了自己去收取包括946万元部分之外 有包括跟七舅简锐旗共同收受1100多万 那其余的部分是透过下属 以水果礼盒或者是以茶叶礼盒的包装方式 由他来拿取 检方指出李朝青身为县长 却罔顾居民安全 收取神木村灾修工程厂商回扣 包庇豆腐沙工程 由于四个月的积压期即将届满 李朝青等人被起诉后 随即以审南投地院接押亭 检方主张李朝青犯后态度不良 不乏所得去向仍然不明 恐怕有串政跟湮灭证据之余 请求法院继续积压 记者黄泉文 蓝世杰 南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